姜化和美这一名女生她骑鸡车的时候 路边的三角锥突然飞了出来 像是有掌脚一样平行飞出去 让这女生闪避不及当场被撞上 女子直线往前骑 下一秒惊险画面上演了 你没有看错 三角锥竟然自己飞出来 女子闪避不及一面撞上 整个人飞了出去 再看一次这个画面 三角锥以平躺方式 水平方向飞了出来 像是长了脚一样 自己爬出来 和女子撞上去 重摔在地 好心路人将机车牵到一旁 女子默默受伤的脚 左手不断转啊转 还好伤势不重 女子对突如其来的三角锥 也只能默默鼻子骑车里去 没人是说 我们刚刚好走出来 很神奇 有点可怕 这起离奇的意外 就发生在彰化河美镇 回到现场 地上还留有三角锥碎片 原本用来警示的三角锥 疑似因为风太大 被吹了出来 施工单位赶紧用三层轮胎 紧紧压住 就怕又有意外发生 我们觉得对这位小姐很抱歉 然后她如果有什么损失的话 我们也很乐意的来负责这个责任 河美镇风大 只是大道把三角锥吹了出来 这画面连路人都直呼 不可思议 中文宣承门会彰化采访报道